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大白菜的做法 做出来开胃又下饭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把肥瘦分离 先把肥肉切成片 再把瘦肉也切成片 准备一个白菜,把白菜根去掉 再把白菜对半切开 把白菜包切成宽条,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老抽 一大勺陈醋 一勺蚝油 一勺淀粉 用勺子搅拌均匀 锅中加入食用油 油热先把肥肉放进来 煸炒出油脂 再把瘦肉也加进来 继续煸炒一下 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小米椒 泡椒和蒜片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把白菜放进来 大火煸炒 把白菜炒至断生 然后加入调好的料汁和葱段 继续翻炒 把白菜炒至入味 炒至入味以后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腊炒白菜就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